主席王院长 各位同仁 一个宪政机关 一个宪政国家要运作 就是每一个宪政机关 应该在他的角色上 扮演适当的功能 宪法53条规定的非常清楚 行政院是我国最高的 行政机关负责行政事项 行政院就应该 做这样的宪政角色 宪法62条也规定的 非常清楚 立法院为全国最高名义机关 他要负责我们法律 预算还有其他相关的事项 这个是立法院的功能 而宪法规定的更清楚 说立法院跟行政院之间的关系 有57条跟征修条文第三条 也就是说行政院 是立法院所监督的机关 行政院必须对立法院负责 只有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我们才能够让这个国家所有的宪政机关能够顺利的运行 可是我们看到的是行政院长江仪化 介入政争 8月31号你就参与讨论 这个是马总统指控你的 说你其实8月31号就介入了 然后你告诉大家你在广播节目说 没有啊我是9月4号我第一次听到我也很震惊 然后你多次指责王金平院长 他说如果王金平院长继续担任国会议长 继续主持议事 恐怕公正性跟司法性都受到质疑 所以行政院也准备好了没有王金平院长在的立法院 那你事后又说没有啦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也没有收过这句话 其实整个人民的感受就是 有这样的行政院长 你不是政治狐狸 你就是金家仙 说话要算话 说话要算话 说话要该负责任 这个就是行政院长最该做的事 更何况你应该负起一个宪政机关的角色 你的行政院在这几天到底做了什么 我们看到的是从10月1号开始 我们的电价长 我们万物飞长 高铁票也涨 结果我们的经济部长说 如果我问奖死亡 那是因为我们大宗运输系统做的太好 我们的金建会主委说 这样的问题不要问我 因为我也要去自杀了 这个就是你的行政团队吗 这个你有发挥真正的行政团队的功能吗 所以我们要这里讲得非常清楚 我们立法院法案造审 会造开 但是我们已经准备好 没有僵一化的日子 我们要强调的是 唯有所有的宪政机关 能够按照他宪法赋予的角色来做 我们才能够让这个国家运行不备 借入政争批评国会的将军一化 你早就不试任这个工作了 请你 这下集结束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